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宏建筑剧场跟美术馆之间的连接 那所以我们会把很多展演的形式 行为或表演或声音演出 都放在这个空间里面 当我跟佳琪聊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有曾经问过我一句说 你们有没有尝试让这个房子听音乐 听音乐或许是拉近 我们跟这个房子的距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我们也接着就讨论了很多民众在这里 可能可以参与的一些模式或形式 那就形成了这次的生育场的活动 这次生育场的展览 我主要负责声音共创工作帮的部分 那声音采集对我来说有趣的事情是 以外我都在户外或是野地做采集 这是我第一次进到都市的建筑里面 就在马路旁边机场附近 做这样的声音采集的带领 那对我来说进到王大宏建筑空间这个剧场 有趣的事情是正外面车水马龙的声音很吵杂 然后不时有飞机经过 可是在这里面的丛鸣鸟叫 还有竹林的声音 呈现一个我觉得非常异常的平衡 这样子的平衡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这次也想要带领大家进来 然后让大家试试看 其实在城市里面只要你愿意聆听 都会有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那当中呢也会用王大宏他创作的一些文字 跟大家做一个有趣的事创作 所以期待大家这次的参与 王大宏呢他是台湾第一位非常完整的接收到 西方现代性建筑教育的一位建筑师 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到说 这么会生活的建筑师 他在他设计上一定有非常多跟生活这种细节有关的设计 那我就想说那我们在他所设计的这个空间里头 我们可以听到什么呢 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今天我们的工作坊呢 会在这个建筑物进行 然后也会走出去来看看这个环境里头 我们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那也把这些声音带回来 不但给我们彼此听 也给这个建筑物听 我们要去创造一个 我们自己跟这个建筑物 跟这个环境的一个关系 在一部王大宏的纪录片当中呢 我就看到一个建筑师他有提到 就是王大宏呢 这一些设计元素其实都源自于他对于生活细腻的观察 他说王大宏很在乎在那个窗户外面要有植物 当然除了景观的视觉关系之外呢 还有就是他也在乎下雨天的时候 这个雨滴打在这个叶子上 它会是什么样的声音 就是这样一段话 我就突然间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很安静的聆听 那我们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所以呢 这次的展览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这里聆听 然后我们用声音采集跟共创的方式呢 以及最后的一个纯声音的一个展览 让大家沉浸在声音里头 我们刻意关掉平常使用很多的视觉感官 专注力放在听觉上 我相信呢 我们有机会去听到我们自己 跟这个空间 跟这个环境的一个临结关系 我们有机会去听到我们自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